朱女士说自己一年染两三次头发 嘉欣海宁江源路上这家爱情故事造型是在网上搜到的 当天刚涂上药剂不久她就感觉不太对劲 涂上去之后两三分钟我就跟她说我的头皮怎么那么痛啊 因为我以前染发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好像头皮是火烧一样再火烧一样的那种 但是他们说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朱女士说当时头皮就不太舒服 但她坚持下来了 等染完头发已经是晚上十点 朱女士当时拍了照片 头皮根部确实有不少黄色的脓包 海宁市人民医院诊断为接触性皮炎皮肤感染 她说在家休息了几天后恢复了不少 很多地方已经结痂了 他们就说那医药费我们来出 就是把染头发的钱退给我 那我觉得我也是不同意 我的诉求就是让他们跟我道歉 我是希望比如说补偿个几百块钱 操作可能有点失误 碰到头发根了碰到头皮了 就是我们正常的只是染膏和双痒 只有这两个东西是染头发用的 就是说每个人头皮不一样 有的可能是没什么问题 有的碰到吗 可能会就像他这样 会起个小红疙瘩什么的 这个问题可能过两天 你就是不擦药膏干嘛 它也自动会好的 小张说 朱女士发现头皮异常后 先来店里协商 双方说好赔偿医药费 并退还染发费用后 朱女士去了医院 然后检查完后来 回来以后 她问我们要索赔多少多少钱 那这个 她要多少钱 这个是不是算敲诈 她要索赔多少 她索赔要一千五 这个我们是协商不了的 朱女士表示 现在她也不需要赔偿一千五 店里能适当补偿一些洗发卡之类的 她也能接受 后来店老板也赶了过来 她表示 没法提供补偿性的服务 我不送她这个原因 就是我觉得我后续给她服务 大家肯定是很难做好的 万一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我承担不起 现场双方没能达成一致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